社会运动 是其中一种算法的展现 因为它在对抗罪恶跟黑暗的力量 罪恶跟黑暗的力量 在帮助一些弱势的众生中 它要离苦得乐 当我们做任何一个运动 都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它本来就是面对着 强大的政治权力 或者是强大的群众偏见 强大的利益团体 而我们本来都可能有点点像 以卵即使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样要求取我们自己身心的平衡 而这个运动才可长可久 任何运动 其实可能都要用十年 二十年回顾 才会发现到我们原来走了一小步 少部分运动才可能立竿见影 在两三年内看到了什么结果 但那也是不见得太多 因为面对我刚刚讲到 长大的政治力量 强大的金权力量 强大的民众的 基本的偏见 那个都是很不容易喊动的 本来就是要慢慢来 大家都要比耐力的 我记取我人生的教训 曾经走过的错误 走过的路线 曾经用过的方法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缺陷 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愚蠢的 有没有什么地方会带来更多的伤害 等到我重新出发的时候 我一定要调整我自己 让我自己更有智慧地 打下一场的社员的战争